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香港電台的公共事務組 有三名高層辭職 其中一人更加是公共事務組的總監 而第二宗消息 根據信報的余錦然專欄所說 有資深的AO就概探 為何當那些政務官遭受到這麼猛烈批評的時候 偏偏那些政府高官是不支持自己人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講講香港電台的三名辭職的高層 這三個人分別就是公共事務組的總監王綠霞 香港故事的監製方曉山 以及頭條新聞的前監製廖維 那兩名監製就是因為 拒絕簽署宣誓聲明 於是在上個月的18號 即是簽署聲明的最後限期 是辭職的了 至於黃綠霞 就在昨天辭職 據消息所說 黃綠霞就向港台的同事表示 說他自己是可以選擇是否辭職 但是有更多的同事就是沒得選 因此在過去一直以來 他都是頂住了很多東西 但是因為他做不出一些 超越底線的工作 因此就決定辭職 而昨天也是前民政事務局 副秘書長李百川 空降成為新任廣播處長的第一天 公共事務組在香港電台 就是負責製作時事 和社會議題節目的部分 包括製作了多個的王牌節目 例如是鏗槍集 議事論事 和視點31等等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其實在去年 香港電台有很多個電視節目 都獲得了國際的獎項 包括了有13集的鏗槍集 以及兩集的議事論事 都是獲獎的 足以證明得到 港台的公共事務組的製作水平 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所以 這三名高層的離職 是對於香港電台的一個損失 而不是這三個人本身的損失 而且不少從事傳媒工作的人 往往是追求金錢以外的一些得著 比如說這三個人就已經是 如果他純粹是為了打工的 那這三個人絕對就不需要搞那麼多事 索性簽署的宣誓聲明 上級叫他做什麼他就執行 已經是搞定了 個個月頭就有薪水 但是這三個人 肯定就是在追求金錢以外的一些東西 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核心價值 以及他們一直所堅持的理念 這些就是不少傳媒人 一直做了很多年 都是堅守著的東西 當然有不少傳媒人 其實他當作是打工 這些就是各取所需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當作打工的 所以這些就顯得特別是高峰兩節 就會得到民眾的掌聲 就算他們現在不做港台也好 我相信他們出來自由市場 一樣是會獲得垂青 是不需要擔心生計 老實說如果說要賺錢 通常就是傳媒老闆才要想的東西 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 他要想的其實就不是說要賺很多很多的錢 而是說怎樣可以把事實反映出來 怎樣可以尋求真相 這些才是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的天職 當然吃飯都很重要 所以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取捨 這三個人就不願意為五斗米絕要 但是有部份人 其實大部份的人 他們就是 迫於無奈 可能又要養妻活兒 家家有本難典的經 他們就決定了要留守崗位 簽署這份宣誓聲明 我自己覺得 也是無可厚非的 大家也不需要過份責怪這班人 而核心問題就是 繼續留在港台那班公務員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簽署了這份宣誓聲明 就會對於他們在往後製作節目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製爪 很多敏感的議題 可能他們就不知道要怎樣去處理好 因為他們會處處都顯得顧忌 心怕一件事就是 當他們所製作這個節目出來 如果播出了 會不會是被指控構成了 違反宣誓的誓言 他們一定會有很多這些事情想 一多這些事情想的時候 就會變成了一個 自我束縛 就會變成了 自我審查 這些事情沒有人會要求他做的 他自己也會去做的 因為 他不想違反宣誓誓詞 而他違反了誓詞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後果需要承擔的 所以在往後的節目 到底能不能夠好像往日那樣 港台繼續發揮他們應有的角色 我就覺得抱持著一個很大的疑問 我不是說懷疑那些員工 他們會 簽署完宣誓聲明之後 就變成藍絲 不是在說那樣東西 而是 就算他們堅定自己的理念也好 他們能不能夠再好像以前那樣 來製作節目呢 就算說之前 都有很多的限制 是不是 只不過那些限制 就是由這個 公共事務部的總監 王六 他頂了 就有一個上級幫你硬吃了的壓力 現在連他都決定要辭職的時候 到時候的壓力 就一層一層再壓下去 那些監製 那些編導的身上 所以香港電台將來會不會變樣 希望就不會 希望留下的員工是能夠頂住 然後我們就看看 《信報如錦然》昨天的專欄 他們引述了一名 不具名的資深AO所說 最令到他們深淡的 不是來自外奸的漫馬 而是高官 連自己人都不撐 從公務員事務局 以致到食衛局 至今都是沒有負責人公開發聲明來回應 這名AO就質疑 如果發炮的一方是換成了民主派的人士 當局可能早已火速地透過天馬台等渠道來反擊 這個所謂外奸的謾罵就是 建制派 極左和藍絲去批判劉利群 就說他是泛民內奸 諸如此類的東西 因此 當葉劉在上星期六 在社交媒體發表文章 呼籲停止文革式批鬥劉利群之後 這一條的貼文很快就在那班AO的圈子當中廣傳開去了 部分的AO就私下大讚葉太好東西 佩服他有這個勇氣 認為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 永遠都變成了立場先行 尤其是當那些左暴動用A1頭條作為政治宣傳工具之際 依然有官員願意為他們撐腰 就實屬難得 不過我們昨天也有說到 葉劉現在才作出這些無力的反擊 都是來得太遲 實情針對公務員的攻擊 都不是來自今時今日的事 只不過現在那團火就燒到那班高級公務員 即是那些政務主任AO那一頭 葉劉才叫作出聲 之前那些左仔去租陳方安生和租鄧國威的時候 葉劉一樣是一言不發 當然現在葉劉本身也自身難保 很多藍絲都走到網絡群組上不斷砌他 就質疑他為何會說出這些政治不正確的說話 因為他說 別人針對劉利群的批評就是文革式的批鬥 這些是政治不正確的 因為那些是由左暴發動的 你膽敢和左暴抬降 一定會得罪了部分極左和藍絲 所以 到底葉劉這個撐腰系有沒有力 其實是無力的 此外那些AO國家自掃門前說的心態 也是注定了 會被逐個擊破 是被人吃硬的 根本上是無法鬥和反抗的 所以 這個AO黨的瓦解只會是遲早的問題 而劉利群本身這個角色根本上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我們都分析過了 劉利群只是一個導火線 就算不是有劉利群都會有第二個 麥利群麥利群 那個人只不過是一個待罪羔羊 因為他根本上就是要向這個公務員團隊開刀 他就是要操控這個高級公務員 尤其是就是政務主任那個升遷 和提拔的大權 只有控制了這個權利以後 你那幫這樣的人才會向他歸順 因為你那幫人都是打工而已 你也是要升職而已 沒有理由經常在這裡做D一級 你肯定就是人望高處水向低流 人望高處的時候 如果他操控了生殺大權 你就要向他靠攏 所以這個政務官就說 這次系統性的批鬥會不會牽動新一輪的官場政治審查 例如說加設特別部門重新核實 政務主任的背景和往績 看看能不能夠達至愛國者的標準 有首長級的政務官就向余錦賢斷言 中央是沒有那麼傻的 相信北京是知道 幾時幾刻是需要哪些的組合 我就認為這個所謂的首長級政務官才是真正的傻人 因為中央為什麼做不出要審查這個愛國者的標準 中央審視幹部哪些是為之好 他一向就是一個標準 就是你又紅又專是最好的 為什麼不去審視 為什麼突然走多一步的時候他要停下來 這個是說不通的 為什麼中央不去趁這個機會 收回所有的大權 實現他們所提倡的愛國者治港 和落實全面管治權 他們一直都是想做這些事 既然那個權力是沒有制約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做下去呢 他等什麼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